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篇幅的在刊登高雄的选举的事情 而且电视所有的我们看到视频上的画面 都是提到了韩国瑜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本来已经过去了 主要是提韩国瑜来服选的事情 服谁呢 服这个礼 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所有的这些视频节目 都刊登了韩国瑜的照片 而且是韩国瑜在那握手的照片 我当时一看 我还真以为韩国瑜真的出来陪这个礼 沿街去扫票吗 去拜票吗 我还真的觉得我眼睛还有问题 然后等我点进去看的视频 一看呢 我发觉呢 所有的这些照片都是历史照片 都是韩国瑜以前的照片 并没有显示出今天韩国瑜走到大街上陪这个礼 来扫街拜票 不是 全是旧的 而且呢 整个新闻我看了半天呢 就是李还在说让韩国瑜在选前之夜 最后能不能出来帮他站一台 这是李在说 陈其迈呢 也在说 也在拿韩国瑜说话 认为韩国瑜的团队如何如何如何 那个吴呢 那个吴也在拿韩国瑜说话 说韩国瑜不要出来 出来的话你更得适得其反 本来呢 这个吴呢 大家就把它忘了算了 那又出来呢 我要一让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吴呢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吴本来是亲民党的人 但是呢 跑到了民众党 批上了柯文哲的战袍来选 这什么意思呢 你也不是柯的人 而且呢 他来批柯的战袍 他都没有跟宋楚瑜说一声 都没有跟党主席打个招呼 就走了 就批上柯的战袍了 为这个事情呢 宋楚瑜有言论 表示不太高兴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柯文哲也有言论 柯文哲一直说 以前是朋友 现在就不是了 你爱高兴不高兴 你可能还愤怒 你就愤怒去吧 柯这话可是有点不道德 我觉得宋呢 当时在柯比较弱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宋还是支持了柯一把 现在呢 柯呢 直接拆宋的墙角 挖他的墙角 也不跟人打个招呼 好歹你礼貌上人家也七张多的人了 你跟人说句话呀 人也没有不同意 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出好像这个 吴本身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 诚信 政治诚信也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为什么今天突然的这么多的媒体 这么多的电视台 我这么多的评论员 都要把韩这个话题拿出来呢 我想是这样 因为之前我们讲了高雄这个选举呢 做票 我看了所有的新闻 民进党呢 现在开足了他的马力 把所有的他能控制好的宣传机构 开足马力 营造一个什么气势呢 营造一个选举的气势 就好像哎呀 拜票 扫街 做广告 然后记者问 这些狂问 问了半天呢 都是如何选 如何选 他们要用这个选举的气氛呢 去掩盖掉他们做票那个气氛 如果你不造一点声势 做票做得不好看呢 朋友们也在讨论 民进党这次给陈其迈做多少票啊 有时候做70万的 有时候要做89万的 有时候要做93万的 这个做陈其迈这个票啊 怎么也得做的比当时韩国瑜 那个89万要多 这多有面子呀 对吗 这脸上多光彩呀 怎么也得做的比93万多 对吗 所以呢 我估计这个 陈其迈做票这个数字呢 应该起码是在95万到100万 在这个范围里边 那就看他们如何的去忽悠 忽悠百姓 哎呀热闹啊 大家纷纷投票啊 就跟忽悠把寒一模一样 哎呀 都出来啊 其实没人 哎 那他还给你做93万呢 这次今天这个信息呢 就给我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民进党这些媒体 告诉大家 我要做票做得很高 为了配合这个事情呢 大家要热热闹闹的都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人多 哎 我做票做得高 就说得过去 如果投票站冷冷清清 那我还做那么多 似乎就让人看出来了 这样的比较低智商的 比较劣直的把戏呢 其实真的没什么可演的 演戏演成这种样子 你让谁 如果还看不出来 那挺悲哀 如果能看得出来的话 你就能明白民进党在做什么戏 民进党今后在台湾以后 所有的选举当中 都会仿照这个模式的 媒体控制好了 选什么 选 造势 继续造 那个模式还不变 扫街 扫 握手 握 但是后面票 统统做好了 现在就有一个 大家还在嘀咕的就是 那到底韩国瑜 选钱之夜 出不出来 到李那个台上去站站呢 我之前讲过 我觉得这个李呢 你把韩国瑜这个僵尸 搬过来 本身就很缺德 韩国瑜自己被罢掉 哪天都没出来 韩国瑜这次为什么要出在李的台上呢 有什么道理吗 以李这水平 他跟韩国瑜还真不是一个水平 韩国瑜的水平多少比李高很多 韩国瑜都被弄掉了 你一个李 水平那么低 形象那么差 你还能选得上 而且就没有一个记者问这个李 你认为这是选局还是坐票 没有人问 这些记者呢都是给了任务 都是哎呀 你选怎么样 我选怎么样 韩国瑜能不能出来 我们其实也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设想一下 假设韩国瑜不出来 就像他过去之前一直闷声 没有声音 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 也就是从111被做掉了 韩国瑜他本人 知不知道自己是被做掉的呢 我想以韩国瑜的智商 他绝对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他知道了 他被做掉 从111一路下来到66 一路下来到今天 都没说话 为什么呢 一定有一个原因 我们也许能猜到 也许猜不到 就算能猜到和猜不到 在这中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知道 他不会出来 这个是正常的 而那么多人 拿他当话题 这个呢 就是一种炒作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选前之夜 韩国瑜 出现在李的台词上了 那叫什么事 那种景象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这种场合呢 对韩国瑜来说 是一种自我阉割 自我侮辱的一种场景 这种场景 让韩国瑜的支持者 看上去 舒服吗 绝对不会舒服 对吗 而国民党呢 现在对韩国瑜的态度是什么 还要开一次追悼会吗 如果韩国瑜出来 走到李的这个台子上 去帮李站台 在我的眼里 就好像大家在为李登辉 开一个追悼会 就是这个结果 而在李登辉 开追悼会的时候呢 是一张照片 而如果韩国瑜出现在 李梅珍这个台子上 这个就变成了 给韩国瑜开一个追悼会 而韩国瑜还亲临现场 那不是僵尸是什么呢 他能说话吗 他要说什么话 不管怎么做 只要韩国瑜走出来 都是对他极为不利的 对整个的韩国瑜的支持者 都是极为扭曲的一种场景 这样的一种场景 国民党也好 李梅珍也好 还要去设计 还要去设计这样一个场景 展现在全体高雄市民面前 在高雄是真的有很多人 他们真心的支持韩国瑜 现在没事 我认为他们不会出来 去投李的票的 他们知道 李 凭能力 凭本事 绝对不如韩国瑜 韩国瑜或许能把高雄 做一点点的改变 而李 什么都做不到 他们知道 现在这个国民党 根本就是不支持韩国瑜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出来投票 对吗 这个是在高雄 真心支持韩国瑜的人的 他们的想法 这个我是能看得出来的 我也能想象得出 他们过去对民进党恨透了 几十年了 在局的管理下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他们挺希望来一个新的一个空气 新鲜空气 能改变一下高雄 韩国瑜出现了 对吗 韩国瑜是空降到高雄的 他们投了韩国瑜了 然而呢 残酷的现实 从111到66 已经教育了这些韩国瑜的 真正的支持者了 这些在高雄 真正支持韩国瑜的人 他们透过了看111 看66 他们已经明白了 民进党就是做票 民进党今天回来了 回到高雄了 没人可挡 他们已经失望 能离开高雄 就离开高雄吧 实在不能离开高雄 就不谈政治了 不闻政治了 不需要再去生那个气了 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个礼 又出现了国民党 还要把韩国瑜这个僵尸 抬到 把这个棺材抬出来 祭奠一下 祭一下 拜一拜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是很扭曲 当然我们的观点呢 未必正确 至少给我们一种直觉 就是在这种场合 在这种情况下 把韩国瑜搬到台面上来 是对韩国瑜的侮辱 是对所有的支持韩国瑜的高雄人民的侮辱 是非常缺德的 我呢 不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当然了 走不走出来 由韩国瑜他自己决定 至少 到今天 我看整个台湾的媒体 包括绿营的媒体 包括民进党的媒体 都特希望韩国瑜能露露面 你觉得这扭曲吗 非常扭曲 他们要让韩国瑜露面 是显示他们如此的胜利 如此的罢韩的容易 如此弄掉一个市长 那么轻而易举 他们希望韩国瑜走出来 是想告诉权力台湾人民 他们民进党 他们WeCare 他们激进党 他们陈吉曼 他们赢了 我觉得他们是在抱这个的目的 所以在大肆的宣传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在罢韩之前 这些媒体怎么都不吭声呢 怎么都不说话呢 他们怕 他们怕韩国瑜的支持者 去做点什么 到今天 他们不怕了 他们得逞了 你看 所有的警政署 警察都在帮他们做票 都在保护他们做票 所有的媒体都在帮他们 而支持韩国瑜的那些人呢 早就改口了 早就变了 早就不见了 所以今天呢 看完这个 台湾的综合新闻 我觉得 最后高雄这个假戏 15号就知道了 这个假戏做得非常假 但是呢 民进党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看明白的人呢 就当做笑料去看 看不明白的人呢 就暂时先不明白吧 慢慢慢慢的 大家一定会明白的 民进党 所有的选举 今后 都是做假戏 所有的媒体 都在做假话 所有的电视台 都在撒谎 这个 就是台湾 未来的政治走向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